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热闹的除夕之夜却异常的安静 康熙的悬夜没有像往年那样在自己的寝宫里 与嫔妃爱子们欢度佳节 而是在侍从的陪同下 一个人孤单的跪在慈宁宫的大殿内 大殿正中安放着一尊宽大的观光 里面躺着的是她最为敬爱的皇祖母 她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女政治家之一 经历天命 天聪 崇德 顺至康熙五朝 辅佐三代君王的孝庄皇太后 据《青石录》记载 几日来康熙皇帝水米不尽 终日以泪洗面 甚至于好几次枯昏过去 她的身体变得非常地消瘦和虚弱 一同陪伴的苏玛拉姑 心疼悬夜 端来一碗参汤 想劝她喝下 可是悲伤过度的康熙 显然没有什么胃口 她正正地看着皇祖母的临位良久 突然 命人拿来剪刀 当康熙举起剪刀 对准她的后脑时 大家意识到 康熙是想剪掉自己的发便 按照清祖制 只有先帝驾崩 皇上才能剪变 看到康熙帝的举动 大家惊慌是错 纷纷跪下 苦苦哀求皇帝留下自己的辫子 可神志已经恍惚的康熙 哪里听得进去 咔嚓一声 留了三十多年的辫子 便落在地上 在中国古代 讲究夫妻合葬 按照清代的丧葬制度 皇帝和皇后死后 一定要同灵同血 可孝顺的康熙 并没有将孝庄运回沈阳 与祖父皇太极合葬 不但如此 他还将祖母停临于皇陵的风水墙之外 这种安排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 那么康熙这么做的背后 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据清世稿后非列传记载 孝庄在临终之前曾交代康熙 太宗文皇帝子宫安放已久 不可为我轻动 旷我心恋如父皇即如 不人远去 勿于孝陵境地 子己安错 则我心无悍意 从遗嘱我们可以看出 孝庄 敬人应愿打破祖志 也不愿意与皇太极合葬 虽有 卑不动尊 和心恋儿孙这些理由 但我们从史料中 惊讶地发现 自1644年迁都京师顺天府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整整44年 孝庄就再也没有回过圣经 祭拜过丈夫皇太极 其间她的姑姑逝世 葬回圣经 她也没回去 孙儿康熙两度回去祭祖 她没有随去 儿子顺志 一心想回去看看 她也没有赞成 我们不禁要问 作为一位妻子 孝庄为何至死 都不愿和她同葬 他们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1616年 万里44年 努尔哈赤建立大金 史称后继 改元天命 随着爱心觉罗家族的地位 越来越高 想和爱心觉罗家联姻的蒙古部落 也越来越多 努尔哈赤虽然统一了美真 但仍有明朝 对其不是胆胆 因此非常需要得到其他势力的支持 其中 克尔庆的伯尔基吉特家族 源于蒙古的黄金家族 贝尔至金 是成吉斯汗的直系后裔 享有崇高的地位 而当时 努尔哈赤的第八子 黄太极 非常出色 是大金四达贝勒最为年轻的名领 执掌八旗上三旗之一 正白旗 深受努尔哈赤重视 为了进一步加强蒙蒙联盟 漠南蒙古强部之一的 克尔庆布贝勒芒古斯 将女儿哲哲 嫁给黄太极为纪 黄太极对待这位蒙古贵族的侧附近 有理有境 两人相敬如宾 对于嫁给黄太极 哲哲知道 自己是背负着重大的使命 那就是为黄太极生下子嗣 只有这样 自己才能在黄太极的府邸 立文脚跟 整个伯尔吉吉特家族的地位 才会越来越高 黄太极的第一任妻子 纽霍鲁士在哲哲嫁来之前就早早过去 而另一位寄妃乌拉纳拉士 虽然给黄太极生了两子一女 可是因见努尔哈极和阿基格没有下降 被努尔哈极视为傲慢 遭勒励离婚 虽然哲哲已经没有其他对手 可是他却非常着急 因为整整十年 他的肚子依旧风平浪静 没有给黄太极生下一男伴女 每每想到黄太极盯着自己肚子期盼的眼神 哲哲总是心慌不已 您说我嫁过来这么多年了 也没给贝勒爷生个一儿半女的 陈倩心里有愧呀 福晋啊 这生孩子可急不得呀 子嗣关系着您在阿哥中的地位 也关系着我们克尔庆跟大金的友谊 您说陈倩能不着急吗 我知道 福晋这是为自己的部落考虑啊 那福晋想到什么好办法了呢 陈倩的哥哥债桑 他有个女儿叫不母布泰 陈倩嫁过来的时候 他才只有两岁 现在听说 长成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大姑娘了 长得体态风盈 族里人都说 他们生男孩 福晋啊 福晋啊 我知道你是为你们部落考虑 但毕竟她是你的侄女嘛 陈倩也为贝勒爷考虑 在我们克尔庆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有一天 布木布泰去草原上玩耍 无意间救了一个喇嘛 那个喇嘛看到她的样子之后 就惊为天人 说她长得大福大贵 将来一定要嫁给君王 如果要利用她来加强克尔沁和大金的联姻 是你们整个部落的意思 那么我会考虑的 黄太极之后 很快就同意了这门亲事 而哲哲说的这位侄女 便是后来的孝庄 在草原时 孝庄就对这位姑父略有耳闻 听说她又是丧母 七岁就开始操持家事 少年时常随父兄狩猎和征战 七色嫌熟 父亲常常对她赞不绝口 希望克尔沁女人 能为皇太极开枝散叶 这样两家将会更加的强大 哥哥 坐啊 哥哥 你可是已经连这好几个早上了 旧皇太极 父亲 在绝对皇太极 那别人的以后 先看到女人的恨在 我身边的爱上 是皇太极 在漫漫的接触中 尽装发现 女人在皇太极的心中 只不过是她通过权力道路上的 其子罢了 1634年 林丹汗拜完青海大草坛 所属部中也纷纷归下 黄台极借此机会 一口气取得这位仇敌的两位遗孀 当时他的这个一镜大会被 就是纳目中归附这个黄台极的时候 那是受到排挤的呀 好多人都说他又穷 你看戴善就不愿意接受他 说给戴善吧 戴善就不接受他 戴善说他开战太少 目光短浅 这黄台极呀 就把他接受到这个后宫之中 表明他对于这个查哈尔蒙古的接受 那是一个极大的政治势力 同时也把这个巴塘马岛也接受了 让人称奇的是 窦桐门附近在林丹汗死后 还嫁过另一个人 而纳目中则带着林丹汗的姨父子 嫁了过来 黄太极居然都可以接受 不过对他来说 都是只赚不赔的买卖 除了通过女人获得势力 黄太极甚至将自己的妻子 作为工具 笼落属下 当时随着黄太极实力不断上升 蒙古各部纷纷归降大金 各部族都纷纷想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黄太极作为自保 而黄太极基本来者不去 有个叫扎鲁特布 他们贝勒 巴雅尔代青 有个女儿 在当时各大部落里非常出名 黄太极听说此事也很感兴趣 便前使下聘 将这位扎鲁特博尔吉吉特 迎娶了回来 扎鲁特博尔吉吉特 不仅漂亮 还非常的贤惠 善良 受到了黄太极的专宠 被封为东宫附近 先后为黄太极生下两个女儿 按理来说 两位黄女的诞生 应该更是这位 东宫附近 得到宠爱才对 可万万没想到 扎鲁特博尔吉吉特 生完黄女后的第十一天 黄太极居然以 不合含义的原因休妻 其后 还在月子里的扎鲁特博尔吉吉特 被送给了当时的一名护军统领 这名护军统领 名字叫南楚 是叶和布 德尔格勒之字 1635年2月 与查尔布一战中 黄太极利用南楚的一番劝势 避免了一场战争的厮杀 获得了林丹寒余部的全部归降 使后经过西面的忧患 全部解决 为表彰他的战功 黄太极便送给了他这个 让人意想不到的奖励 当时扎鲁特博尔吉吉特 刚生完孩子 身体虚弱 但也不得不遵从黄太极的意志 姐姐 我来跟您道个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宫附近最后却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 这是令孝庄始料未及的 如果对待妻妾体现了皇太极的冷漠和无情的话 那在夺寒斗争中使用的手腕 则让孝庄看到皇太极全谋狡诈的一面 其中设计齿夺兄长的四位 应该是皇太极最出色的谋画 皇太极首先联合仲卫勒与五大臣状告大哥楚英 说他欺负他们 使楚英被努尔哈赤疏远 后楚英又被举报对天地诅咒复含打败仗 努尔哈赤大诺将其无尽 两年后处死 长子楚英被费后二哥戴善深受复含重视 可在1620年的一天 皇太极指使复含的小福晋 德英查举报 说大飞阿巴亥送饭给戴善 并没目传情 努尔哈赤相当气愤 家世马上回来 家世精彩继续 看家族百年新帅 动行命运的走向 在时代的缝隙之间 触摸历史的真相 聆听最精彩的传奇家世 感受最真实的人性之美 展现更丰富的文化内海 极力卫视 大型人文记录栏目 家世妖名一起体验奇妙的 《试听盛宴》 这直接导致努尔哈赤 放弃了历寺的想法 为了避免儿子们拉帮结派 争夺寒费 在公元1622年农历三月 诺尔哈赤决定实施巴贝勒 共治国政的制度 巴贝勒又分为四大贝勒 与四小贝勒 四大贝勒指的是 戴善 阿米 芒古尔泰和皇太极 四小贝勒指的是 阿基格 都尔滚 多多与吉尔哈兰 制度规定 包括推举新一任领导在内的很多事迹 都要由巴贝勒商议决定 不能由一个人单独决定 这个制度凝结了 努尔哈赤的政治智慧 成了它给大经未来设计的体制蓝图 也给善于全谋的皇太极 创造了最好的机会 在经历了十五年的精心文化后 1626年农历九月一日 皇太极在众人簇拥下 焚香告天 登上韩位 宣布次年为天聪元年 在皇太极继位初期 他完全按照 努尔哈赤定下的组织 与戴善 阿米 芒古尔泰三人 共同主持朝政 称为四大贝勒时期 在举行朝会和各种重大典礼时 四人并惊而坐 共同接受大家的叩拜 皇太极做尽了表面工作 等韩位稳定了之后 便开始设法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力 起先皇太极以三大贝勒 轮月之政 实在不好意思太辛苦三位兄长 让三大贝勒以下 朱贝勒 每人都按月里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妻子的孝庄 目睹了所有的一切 她见识到了丈夫的无情 同时她也明白 要想在这皇宫中生存下去 就必须要学会这些手爱 因为她发现 自己的丈夫在对待女人 已经没有丝毫的怜悯 1626年 在离圣经四十里的爱基堡 68岁的努尔哈赤 静静地等待着一个人前来迎家 几个月前 她率领大军 与原宠患在宁远城内厮杀 却被红衣大炮击中了中军引战 身负重山 虽然她在清河温泉 疗养了一段时间 可病情还是眉眶愈下 努尔哈赤心里清楚 是到了最后交代事情的时候了 当时负责迎接努尔哈赤回圣经的 就是她的第四人大妃 阿巴亥 十二岁时便嫁给了她 为她生了阿吉格 多尔滚和多多三个贝勒 是努尔哈赤最喜欢的一位 也是最伤她心的一位 当年大福尽事件 曾让努尔哈赤气愤不已 可是她最终念急救情 原谅了她 复立她为大妃 阿巴亥送努尔哈赤的灵鹫 回到圣经 她甚至还没来得及喝口水 全副武装的皇太极 在重贝勒的簇拥下 气势汹汹地来到了命界 四大贝勒 当即向阿巴亥 宣夺了努尔哈赤的遗诏 要求阿巴亥殉葬 阿巴亥被逼无奈 边哭边说 吾子十二岁是先帝 封一美食 已二十六年 吾不忍离 故乡从于地下 吾二又子多尔滚多多 当恩养之 戴圣皇太极诸兄都表示 一定照办 不辜负母后的嘱托 大妃交代完毕后 圣庄终点 在努尔哈赤死后十八小时 被逼自意 死在宫中 在十七世纪的满洲贵族中 活人殉葬却极为流行 但是按例 殉葬者因为没有子女的窃室 而阿巴亥地位很高 是主宰大韩后宫的六宫之主 还有柚子需要抚养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殉葬资格 坐吧 贝勒爷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傅韩从来没有下过 要让大妃阿巴亥殉葬的遗诏 我说傅韩下过 傅韩就下过 大妃也曾养育过您 您现在为了争夺韩位 不仅诬蔑他和大贝勒有私情 现在甚至还要逼死他 他死了 他的幼子怎么办 你们几位阿哥 有谁能好好善待年幼的弟弟 大妃他威胁我 我只能这么办 没有办法 不可能 大妃怎么会威胁您 傅韩在临终之前 只召见了大妃一人 如果他借用一命 使用封赏贬剑之权 甘于正式 到那时 我便无计可施 除了您 臣妾想不到谁还会这么做 你不是阿巴亥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这么做 别忘了 他有三个儿子 要是不除掉他 今后怎么遏制这股势力 就因为这样 您就要让大妃殉葬吗 这还不够吗 我要把一切威胁 都扼杀在萌芽里 还有当初 帮我诬陷大妃的德因茶 他也得殉葬 只有把过去的事情 都埋在地底下 这样 我才能彻底放心 那是不是臣妾 也让您不放心 只要你我一心 我会保证你的安全 黄太极这一行为 让孝庄 非一场震动 当时孝庄和哲哲 却到现在 各只生了三个女儿 哲哲担心 黄太极万一哪天 看上了哪位 其他部落的女人 再给她生个男孩 那她们 在黄太极面前 将没有地位 巨大的压力 让孤骨折折 决定再让一个 克尔沁部的女人 嫁进来 而这个女人的到来 彻底地摧毁了 黄太极 在孝庄心中的形象 家事精彩继续 1633年农历四月 一支来自草原的队伍 浩浩荡荡进入了上京 哲哲的母亲 科尔沁大妃 携孝庄的母亲 科尔沁次妃等一众女眷 来此朝见黄太极 她们此行的真正目的 是想让黄太极的弟弟 迎娶哲哲的妹妹 但是让她们想不到的是 筹会上黄太极 竟然直直地 看向一个女人 而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校中的亲姐姐 海兰朱 当时的海兰朱 已经25岁 却肌肤如雪 如井似水 那种我见幽脸的气质 深深地吸引着 久经沙场 全眸持重的黄太极 多年以来 孝庄从未在自己丈夫的身上 看到爱情 而这一次 她看到了 只是对象不是自己 而是自己的姐姐 孝庄一直觉得黄太极 是一个冷漠无情 利益至上的权谋家 但后面的事 证明她的评价错了 公元1636年 农历4月11日 黄太极在圣经宫殿 登记称帝 国号定为大清 并策封一后四妃 中宫皇后 乌尔寄级特侍 折折 东宫官居宫成妃 海兰朱 西宫林子宫贵妃 纳木中 东次宫 严静宫淑妃 巴特马早 西子宫 用浮宫装妃 不目不态 当年唐高宗李治 非常宠爱武则天 想封她为妃 无奈名额已满 她又不好意思换人 所以就加了一个 陈妃 陈是北极星所在之位 常用作皇帝的代称 于是陈妃就成了 帝王册封宠妃的专用称号 而官居宫名字来历 颇为浪漫 一天 黄太极下朝后来到东宫 刚进院子 便听见美妙的琴声 黄太极立刻沉醉其中 随即朗作一首诗 观观居宙 在河之中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当看到父亲的海兰朱 宁静美好 黄太极心想 这不正是诗经 观居中的美人吗 当即把她居住的东宫改名为 观居宫 姑姑 坐 姑姑 现在姐姐一人专宠 皇上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让我好没双 庄妃 我知道你心有不甘 我们克尔沁最大的死敌 查哈尔林丹寒的两个遗双 现在的位置都在我之上 我的牌位越来越低 现在都是武功最末 皇上这样安排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代表着克尔沁部落 陪陛下经历了风风雨雨 又是她的嫡妻 所以目前我仍被设为中宫 你姐姐海兰朱 是皇上的挚爱 本来是要立她为后的 但是她出来乍到 怕她树敌太多 所以还在第二 这是在保护她 至于你说的两位富翔的 灵丹寒遗双 代表着查哈尔的部落势力 将来皇上要攻打大兵 少不了他们的支持 所以你的位置 自然在他们两个之下 可是姑姑 我不希望姐姐的位置超过您 我们三个 都代表着克尔辛部落 我们秉承着部落的命运 嫁给了皇太极 谁先 谁后 又有什么意义呢 姑姑 您说话越来越像以前的皇上了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情爱 只是人间的小爱 皇太极又一次选择让孝庄垫底 孝庄终于明白 自己同其他联姻的妃子 并没有什么良量 如果没有克尔庆部落与之的稳固联盟 没有姑姑的权力保护 她或许会像那个扎鲁特 博尔吉吉特一样 被毫不犹豫地牺牲掉 没有子嗣 不得恩仇 整天看到的 是丈夫与自己的姐姐沉浸在爱情之中 孝庄似乎跌到了人生的谷底 海兰朱在册封后的第二年 便生下了皇八子 这可把皇太极高兴怀了 他马上颁布了大清第一栋设立诏书 大舍天下 孩子满月时 他又大雁群臣 称皇八子为皇寺 可不幸的是 皇八子福伯命迁 才出生七个月 便染上天花离世 同时爱子对于每个母亲来说 打击都是十分沉重的 海兰朱自此便精神恍惚 久病不起 整个后宫被笼罩在一种悲哀的气氛之中 而偏偏在这个时候 让孝庄苦等了十多年的儿子 蒋生了 他的儿子出生于崇德三年 就是福林的顺志 那么他出生的时候 黄太极没有庆祝 但是之前 海兰朱的儿子 他姐姐的儿子 黄八子诞生的时候 黄太极召告天下 一个是这个大赦 一个是把他封为黄寺 这个国书都到朝鲜了 可是他的儿子福林黄九子出生的时候 黄太极静小小的没有出任何表示 孝庄怀疑抱着福林默默地留着为了屈的眼眉 孝庄已经对黄太极失去了希望 这个男人已经将全部的身心交给了他的姐姐 但他并不恨他的姐姐 哲哲他和海兰朱都是克尔沁的女人 怀着同样的使命来到这里 一损俱损 一容俱容 当海兰朱在为丧子抱病床榻时 坐着月子的他 不时派苏玛拉姑去关鞠躬 劝慰姐姐 然而不幸还是发生了 家事马上回来 家事精彩继续 公元1641年9月 黄太极正率军在松山 杏山一带与明朝军队决战 可正在双方数十万大军拼命厮杀的关键之时 他收到了一封加起信件 信件少说 陈飞海兰朱病重 黄太极看完大情失策 和众将交代完毕 第二天便匆匆离开大营 向圣经奔去 从大营到圣经 大约有六百日 黄太极注尾金城 类似六匹骏马 于16日清晨 纵马冲击大青了 直托官居宫 但得到的却是 海兰朱 轰式的消息 白天还在处理国务的黄太极 白天还在处理国务的黄太极 突然驾崩于轻民工 他同他的富含一样 没有留下关于继承人的任何之言聘语 便撒手人话而去 面对丈夫的离去 孝庄没有悲伤 也许这是他的解脱 此时的孝庄 已经不再是那个 听到殉葬 就心惊肉跳的小姑娘了 他跟着黄太极18年 也学了18年 虽然在黄太极时期 他并没有太多施展的机会 但此时他 终于走向了历史的舞台 由于黄太极死前 并未指定继承人 当时皇位的后学人 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黄太极长子侯葛 另一位是瑞亲王多尔滚 他们都是战功无数 而且各有两旗之职 弑均力的 然而我们知道 历史上黄太极死后 大清的第二位皇帝 是年仅六岁的 爱心觉罗芙灵 也就是孝庄的儿子 那么孝庄 是如何办到的呢 我想为皇上殉葬 庄废 我按摩 我按摩 温量的 相片 但是 我按摩 现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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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